老罗子今年三月份咬一个苹果屎 把一颗二十年前做的烤翅牙崩了后 在之后的几个月内不是在看牙 就是在去看牙的路上 我先给大家直观地看一下 这三章我能够代表整个过程的X光片 这个是我今年三月份拍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起码有一半以上的牙都已经是烤翅牙了 所以这也是我这次为什么会痛下决心 直接克服童年的看牙阴影 干脆重新做个满口的烤翅牙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翻新的过程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其他的都不说 光是把这些原来的烤翅牙要把它卸下来 我当时想想就害怕 然后在卸的过程当中 大家请看 我又发现原来一直想拖的回上海去看 结果的这个三颗牙都没保住 你可能会说 现代的牙医技术你可以用种植牙 但毕竟不是每个人的口腔结构都适合用种植牙 所以我这三颗牙的结构最后固定 只能用搭桥的方式 这张是我现在重塑咬合关系后 并做了满口的烤翅牙后的X光片 这么大的工程量 如果你是70后 你愿意去做吗 起码老罗身边的很多朋友 听到我今天搞这么大的动作来怎样 都觉得拖勇气格加 其实他们自己的牙齿或多或少都有各类问题 他们都知道 但就是不愿意去及时看牙 这点我也深有体会 大家都有看牙的童年阴影 所以能拖一天就拖一天 拖到最后仿佛牙病就能自己痊愈的那种期盼 再看看医生用的这些工具 我觉得第一反应就是行剧 所以每当听到补牙齿那种嘶嘶嘶的声音 我仿佛感觉电钻是在自己的心那种恐惧 所以也不怕大家笑话 老罗这么多年去看牙音 不管做什么 其实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疼不疼 或者有多疼 老罗这次比较幸运 经过反复的考察比较厚 最后在一个好朋友的推荐下 选了这家诊所 一楼是牙科门诊 二楼是个大型的牙齿的技工室 拥有最先进的各类牙齿的模型 包括各类最新材质的考词 种植和牙齿纠正的设计制作商 和很多从业二十三十年的老技师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治疗期间一共用到了多少模型 这个是我最初的一个模型 它的作用主要是做治疗期间的 各类牙齿的零属牙 所以我的零属牙装上去以后 除了不能咬硬物 很多人包括我的老师小罗同学 都以为我已经装好了最终的考词牙 这个是我治疗方案的模型 相当于治疗前给我最直观的看一下一个立体的效果图 包括这几颗最前面的萌牙 需要往前去清洁矫正 给大家对比一下我原来的那个牙齿 那么这样对外矫正以后 不仅可以让我的口腔内部空间更大 脸的下半部分也会看上去更加立体和豐满一些 我的这个治疗方案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里面的八颗大牙的咬合关系 跟原来相比要变高了一些 原来的几颗大牙我已经磨得很厉害 我自己不仅感觉得到 从X光片上面来看 也看得出 我这两个骨头已经磨得非常厉害了 所以咬合关系重新做后 不单单能够保护我的这两块骨头 现在很多朋友都说 我的脸看上去更加瘦长了 其实这个效果是由内而外的 因为内部的牙齿的咬合关系重塑后 所以表面上就看上去更加的自然和健康 这些就是我在治疗过程中 用到的不同功能的模型 也多亏了我选的这家诊所 自己就有最先进的牙膜的一个技工室 这样让我在这次治疗中经历的痛苦 其实要比自己预期的少很多 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 板口烤齿牙装上去后就直接搞定 没有任何的磨合期 因为装上去后就没有任何异物感 非常舒服 不需要任何的反攻 包括咬合关系 也是经过几个月的试影后 一步安放到位 连上下两块牙齿表面 局部细微的调整 膜都没有膜过 这些都归功于 现代3D建模技术的发展 当然也得益于 我自己没有选单一的牙科诊所 而是选了这一家 自己就有 不用再发包给其他技工师 做模型的牙科诊所 那回到今天 要和大家交流的总体 70后如何克服自己童年的阴影 及时发现并治疗 自己的各种牙病隐患呢 我先从战术的层面来讲 其实所谓的童年阴影 造成的看牙的后遗症 就是怕痛嘛 有的时候 心里害怕才是更大的阴影 先说句闹口令 恐惧恐惧 往往比恐惧本身更加恐惧 这次治疗 我深有体会 有时连医生都能感觉到 我自己的高度紧张 所以经常让我20分钟治疗后 就休息个5分钟 但我自己身后想想 疼吗 其实还可以 就是有些难受 但更重要的是人太紧张了 我去年呢 是在Voxcare的一家牙医诊所 光是补了一颗牙 并且只换了一个牙罐 就感觉治疗的过程 还是蛮痛苦的 更痛苦的是 是做了那个牙罐 是厦门牙 做完后 老是感觉厦门牙的内部和舌头 会有蜡舌子的感觉 说不上痛苦 但是毕竟牙齿和舌头 每时每刻都要碰在一起的 它们如果磨合的不好 是会让人抑郁的 其实老我这个人也不大讲究 如果能够凑合 往往也不会再去换一家牙科诊所的 但有时的确需要多比较 我这次选的这家牙科诊所 让我非常满意 最大的满意 就是让我在整个过程当中 没有受到什么大的痛苦 主要得益于 它三方面做的都不错 第一 医生的麻药注射技术非常不错 说到这里 肚脐肯定会有人抬杠 往牙漏上打麻药 本身不疼吗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 哈哈 但是你没我运气 这个诊所的医生 在打麻药时 会提前帮我涂一点润唇膏 让我放松 然后再涂一点麻药膏 这样打麻药的过程 也不会有任何感觉了 第二 各类减少痛苦的辅助用品 脑脑其实应该比你们 更加抗拒去看呀 为什么 因为我的嘴巴比正常人要小 脏不大 而且口腔内部也很小 所以这个诊所提供的 贴心的一次性的脏口气 简直就是我的大揪心 让我的嘴巴可以很轻松的 长时间保持到最大的一个 开口的状态 还有这个 英文叫Bite Block 在医生补某一个部分时 能够帮助我把那个局部 最大程度的张开 第三 人性化的恢复用品 其实除了治疗过程中 看牙需要经历一点痛苦 看牙后的恢复器 如果保护的不当 导致发炎等症状 会让你更加痛苦 这家诊所的小护士姐姐 非常贴心 不同的阶段 都会给我不同的恢复用品 比如拔完牙 它就会给我这个弯性的注射器 让我很容易的来清洗 我里面的那个拔牙后的一个伤口 又比如刚刚抓临时牙的那几天 牙齿会过敏 那么护士小姐姐呢 会提前帮我准备好 这个抗过敏的牙膏 和这个涂抗过敏的 这么一个很细长的一个涂抹棒 虽然我没有用到 但是呢 内心感到非常的贴心 刚才说了这么多 其实都是战术层面的 要想真正的摆脱 童年的看牙阴影 及时的检查 维护自己的牙齿 老罗总结了三点 第一 要不断的给自己洗脑 牙病是不可逆的 越拖越严重 越拖代价会越大 第二 给自己动力 多想想牙健康 会带给自己的好处 比如口服 第三 为自己把好关 多选择 多比较 多做功课 找到一家 治疗你自己类似的病例 最多的牙科诊所 进行治疗 如果是像老罗这样 还涉及到要做考骑 那么本身就带有一个 非常先进的 激公式的牙科诊所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好了 老罗结合自己 这半年多的体会 总结出的这三点 非常重要 赶快关注老罗 下一期 我就和大家详细展开 这个三个重要的攻略 我们下期见